你已经学过导线切割磁感线磁通量会变化 便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并且可以用这个公式来算出感应电动势 这个视频咱们来研究它另一种更常用的算法 比如这个金属邦在云墙磁场中 导轨之间的这段长度是L 磁场的磁感应强度是B 当金属邦以速度V切割磁感线 你知道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多少吗 用这个式子来算感应电动势 咱就得找到Δ和Δ的比值 先说Δ它等于磁感应强度乘以面积的变化量ΔS 接下来重点算一下ΔS 假设金属邦从这儿到这儿运动的时间是ΔT 在这段时间里 它运动的这段距离就是V乘以ΔT 而金属邦在导轨之间的这段长度是L 所以用长乘以宽 就是这段时间内面积的变化量 算出了ΔS 把它带进这个公式里 就算出了ΔΔ 接着把Δ带回这个公式里 上下约到ΔT 就得到了E等于BLV 这就是感应电动势的另一种算法 其中B是磁感应强度 L是切割磁感线的导线长度 V是导体相对于磁场的运动速度 在刚才的推道中 磁场是云枪磁场 并且磁场的方向 导体棒放置的方向 和导体棒的运动方向 三者是相互垂直的 所以这个公式要成立 有两个条件必须满足 第一得是云枪磁场 第二BLV相互垂直 有个小伙伴在问 那如果是不垂直 可咋算呢 比如磁场是这样的 竖直向下 导体棒VL垂直于纸面 这样放置 往这个方向运动 它与磁场的这个夹角是C倘 此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 又是多少呢 你已经学过 只有导体切割磁感线时 才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若把Jag速度分解成这两个方向 Jag就是V乘sinec Jag就是V乘cosc 你会发现 只有在Jag方向上运动 才会切割磁感线 也就才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所以在计算电动势时 速度V得带入 它在水平方向的分量 这才是正确的算法 好了 关于切割磁感线的电动势 就讲到这里 它的算法就是E等于BLV 当然这个公式要成立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云墙磁场 第二BLV三者垂直 特别的 当速度与磁场方向有夹角时 要用垂直于磁场方向的分量计算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快去刷题去吧